楊麗,蔣姐 感謝大家來參加我們未來為台灣奉獻 我們要為我們未來的主生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我先歡迎大家 很高興,很高興 今天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學員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出生在台中 在台北工作 23年讀大學 在台北工作 然後再到國外去 差不多18年 然後又回到南部 一所大學 在那邊工作 那一直到退休 剛好我來參與我們民政府 在這邊當一共 所以我發現我們的同心 今天大家都很有精神 也願意付出你們的力量 來為我們後代主生 來創造我們的理想 也感謝大家來參與 那麼我要跟大家共同研討的 是今天的題目 我們是來跟大家研討 就是制度上的建立 跟內部的控制 我本身也是會計師 所以制度的建立 跟控制這些 最重要多跟數據有關 跟數字有關 也可以說是一個 政府 如果的確是衛民 不可能雙掌 對不對啊 所以 就是 就是 很多的單位 的 一般所說的 流亡政府的公務人員 他的心裡面 他所要做的事 是不是真的 考慮人民 在 我們所了解 他是說一套 做一套 所以 他所講的 常常 用一種語言 依法行政 我們想一想 馬英九 他有沒有 徵照 他所規定 所定定的法律在行事 是 健保的費用 健保的費用 他就不還就不還 你那一套 你那一套 思想 大家思考 制度的建立 是什麼 他說 做語言法行政 他學法的 他學法的 他所學法的 觀念 跟沒有學法的 跟一般的民眾 差距很大 我們可以 了解到 所以 我們今天 所要跟大家 共同討論的 課題 就是 第一個 要介紹 制度的意義 跟它的目的 跟它的本質 第二個 就是 內控的 制度 為什麼要來建立這些內控 很多政府 績效不好 問題就是 內控 做得不理想 內控的 做得不理想的 產生 原因 主要是在什麼 帶頭的很重要 下面的 不時 都是看上面那個人 他的動向 那個 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大家 一般的公務人員 最討厭的市長 就是 陳水扁 為什麼 五點下班 差不多四點半 差不多有的 差不多準備回去 要留班了 或是說 四點出去買東西 買一買 五點打卡再做 他當市長的時候 去查班 哪一個市長在查班的 所以 當時台北市 所做的事情 都做得 很不錯 但是這些公務人員 有的就討厭 因為以前都是摸罐 不習慣 所以 我們目前 馬英九 他 所作所為 下面這些 這些 部長也好 這些相關人員也好 都是在看他一舉一動 他原來 目標就是 台灣區嘛 所以他 人家來的 叫他 先生都無所謂 我們可以很明顯嘛 就是 台灣人民 就是 根本大部分的人 不覺醒 所以 這個是 一般人所說的 台灣人的悲哀 這個就是 制度的 是相當 內部控制 跟我們這個制度 是相當重要的 那麼再來 我們再來內控 就是 設立的原則 我們會加說明 還有方法 還有的一些設施 這些我們要給大家知道的 再來就介紹 會計制度 再來介紹 會計制度 會計制度跟內控 內部控制的重要性 為這個 一個青年的政府 這些都做得很好 一定做得很好 每一個人的 上班八個小時 幾乎 這個時間 都是在思考 高階層的人員 都在思考 如何 改善 人民的生活 改善 國家未來的挑戰 提升 國家未來的競爭力 在高層的都是 是往這方面去思考 中階層的人 如何使我們的人民 每一天每一天過得很安適 和很安適 也很快樂 大家都有這個希望 所以我們只要成立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這樣才有意義 如果都是像現在這種方式 根本台灣民政府就不必要成立 所以大家有願意來為我們下一代服務的 秘書堂也有講 我們25號有一個高級單 希望你們有願意為下一代奉獻的來報名 再來收信 我們還要告訴大家 如果想要在民政府獲利的話 在這邊想貪污的話 我們有一個共識 貪污絕對槍斃 如果你有意說 我來混一個官位來做 想在這邊貪污的話 自己要衡量一下 如果你不堅定 到時候人家送錢了 真的我們會執行 貪污絕對槍斃的 我們不希望有 中國的傳統 紅包制度 有貪污的現象 這個也要先跟大家了解 還有一點 我想也要在這個地方 跟同心大家 如果你是別的單位 我們歡迎不同的理念的人 來都來上課 我們都歡迎 但是你上完了課 也如果在我們的團隊裡面 在我們的團隊裡面 有做不利於我們民政府的事情 我要告訴大家 會跟賓拉燈一樣 你躲在哪裡都躲不了 美國 中央情報局 秘事長講 我們是在華盛頓DC 設有辦事處的一個單位 你有違背參與以後 你是我們這邊的成員 你有違背我們民政府 不管傷害 你以後你要逃到哪裡 就像賓拉燈一樣 你逃到哪裡都逃不了 這個給大家去思考 好 所以我很歡迎大家都參與我們的團隊 但是你一定要為我們下一代奉獻 下一代做些 這樣我們才把流亡政府請出去才有意義 如果像陳水扁一樣 全部都是按照流亡政府的一些制度一些方法 後來又這些都跟他們一樣 那換政府一點意義都沒有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們受信出來的童心 要有自己的覺悟 我們來這邊 是在替我們下一代來奉獻 也可以說大家在台灣史上留一個紀念 把你的名字留下來 留在台灣歷史上 那麼我們還有拿一些案子 來說明內控跟會計制度的這些的重要性 好了 我們現在來跟大家解釋 制度 制度是甚麼 我們制度可以這樣講 在一定的條件下形成 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體系 這個體系有人說體制 這個體制跟這個體系 我們就是制度 制度 那麼在這裡面 我們常常 這個制度裡面有甚麼 可以分為政治的制度 經濟的制度 好像社會主義的制度 資本主義的制度 我們大致可以這樣來分 那麼用狭義來解釋的話 是一個 那麼系統或單位來制定要求 下司全體成員 共同遵守辦事的程序跟行動的準則 這些都要依據法令 要依據法令 為什麼每一個國家都要定一個 我們的憲法 為什麼 依照這個憲法 這個也就是在定定的一種制度 一記憲法然後下來 有時候為什麼法令不能抵觸憲法 因為抵制憲法等於這些法令都沒有效 事實上 很多在上面的人 都在觀察 因為馬英九他本身 大法官解釋 你是違法不交健保會 是違法的 那麼他不交就不交 沒有什麼 對他沒有什麼辦法 我們一般的老百姓就知道了 根本你並不是遵守法律的人 那不是遵守法律的人 來當我們的一個總統 他可以跟你胡亂搞啦 所以說各方面他要長就長嘛 他還考慮到名譽嗎 不可能的事 所以這些很重要 我們要知道我們要知道這些制度 那麼當然我們這些在協議的話 就是工作制度啦 好像財務制度啦 作息制度啦 或是教學制度啦 這些啦類似這些啦 我們這個都是 可以說是每一個單位都必須要有的 這個有的時候奇怪 有的銀行 他說八點 根本就不開門 在世界上 我也去了很多的國家 奇怪 銀行都九點開門 也都三點半就關門 大致齁 但是有的國家也不一樣啦 他要來順應啦 他們的作息時間 有的比較小的銀行啊 有的國家會開到四點半 有的時候會小的單位 有時候會開到六點半的也有啊 但是他們只是啊 應當地區的方便啊 那這些啊都是制度 我們一般的工廠上班時間是八點 我們到五點 公務人員的上班時間 中間啊八點啊 可能到五點半啊 那中間當然有休息午休的時間 還有有的午休的時間 又有現在有派有怎麼樣啊 啊服務人員 比較少的服務人員 那這些都是什麼啊 是制度啦 這些應該都是啊 也就是工作的制度啦 或是作息的制度啦 這些啊 啊大家先了解啊 啊什麼啊 啊當然 我們目前我們台灣啊 民政府 我們也可以說是一個 未來龐大的一個機構 但是我們不會完全 模仿我們的流亡政府 我們會去思考說 比較小的國家 他們為什麼他們有這個競爭力 我們去思考說 新加坡這個國家 他們的制度是什麼 他們 國家的競爭力在哪裡 我們也要思考 我們本身的各方面的條件 還有來設定我們的這些部門 這些部門 也要都要定定這些制度 來推展 這個就是很多事情啊 也都要根據一些法令來做 那這些啦當然 啊都是我們今天所 啊要探討的問題 再來看 制度的目的是什麼 也要先了解一下 啊 可使團體或單位 所有的成員 共同遵守 某些辦事啊 歸程跟行動準則 我們剛才就跟大家報告說 貪污一定槍斃 這個就是我們的什麼 啊 順著嘛 大家都有公知 大家是為了我們未來的主生 我們定出來 從資深 逐到大學畢業 應當要國家來培養 西德 人家是這麼做 我們 我們 國家啊 未來 也應當朝向 先進的國家 的做法 從 教育 生出來以後 到 那麼大學畢業 所以 應當要由國家來培養 啊 這個是我們未來的 也一個方針 啊 再來看啊 啊 我們啊 為了完成任務 或目標 來提供保證 那當然 我們目標現在已經 確定在這個地方 未來的規劃 從資深到大學 那 這些要怎麼辦 考量 我們 不必要買國防 因為 我們 那 不必要買國防 那麼中共會不會打過來 我們現在是 我們現在台灣的地位啦 大家要思考這個問題啦 是 美國是只要佔領全國 他就是要來保護台灣 還有 我們這塊土地 是日本天皇的 那 日本天皇的土地 每日安保條約裡面 講得很清楚 它包括了台盆 那 還怕什麼 中共 把過來 都是在嚇唬我們 我 大家還蠻緊張的 我認為 我們都不必要緊張 因為 台灣的土地 就是日本的 最近 最近 差不多一個禮拜以前的報紙 自由時報 每日 自衛隊的一個受信 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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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賓 這個報道 大家有沒有看到的 蠻大的 又有 美金的那個 美金的那些照片 有沒有看到 差不多一個禮拜左右的報道 他寫 延至 菲律賓 會用誰要來護 從日本來護 看到這個報紙 他不講台灣 台灣是美金控制的 它是我控制的 我為什麼要寫出來 沒有寫台灣 日本說要付什麼 信念這些費用 台灣 日本天皇的 那當然他要付費用 所以這樣簡單一想的話 日本在上面 在中間是台灣 又到菲律賓 他說這一條線上 信念這些 自衛隊 要由日本來護這個費用 他講的是什麼 日本要來信念台灣自衛隊 對啦 就讓大家清楚嗎 要不然他怎麼會這樣去寫 這些觀念大家也要清楚 每日安保條約就包含在內 現在又報導說有這個計畫 所以大家應當可以很了解的 那麼再來介紹制度的本質 那麼它的本質就是執行 那麼在執行力的一些保障 那麼就是有強制力 保證它的執行跟實施 那麼合著這個制度啦 的約是力啦 那麼就沒有辦法實現 這個怎麼這麼強 我們的制度就是貪污就槍斃 如果一個人貪污了沒有槍斃 這個制度就等於 會掉了破功了 所以定定制度的時候 一定要考慮的再三 定下來的要改 不能因人而異 不能因人而異 習水德講說 法院是中華國民黨開的 那就是因人而異嘛 馬英九全部沒有罪 阿扁你是本土台灣人 你哀死你又是電容的 下三流的電容的阿族吃生的 應當有罪 就是這樣啊 是不是 我們很明顯就是這樣 那他們定的制度 不定的法律 所以大家要有這個心情 也可以聊 制度啦是交易協調保障的制度 這個我們所謂交易啦 所謂交易也可以說 簡單的說是買賣啦 那有人講 我認為這個都很公平的 為什麼商人 商人啊有時候不會牽涉到詐欺啦 他如果是買的東西說 我這個賣給大家是二十塊 我在這邊賣 大家說這個滿便宜的 他願意掏二十塊給你 你拿去啦 這個拿去也可以用 就是你看好了 我這個就只二十塊 買賣啊這個交易啦 是大家都怎麼樣 同意這個價格嘛 這個是一個藝術喔 這是一種藝術喔 買賣喔 那麼有人說 那個我們台灣 台灣敏蘭話有一句啊 生理驚派生 有沒有這句話 生理驚派生啦 這個就是說 他能夠把這個東西推銷出去 買的人又很喜歡 他願意掏從口袋裡面 掏錢出來 呼啦 他也很高興把東西拿回去 這個是一個藝術 我的觀感受是一個藝術 如何他願意花這個錢去買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不是有詐欺的現象 大家都講好了 價格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所說的 那麼自助的交易啦 那麼協調保障的基礎 就是買賣大家認為同意 那你拿去我拿錢 大家都歡喜 所以一個推銷員 真的是不簡單 有的推銷員很會推銷 有的推銷員 那麼好像比較不適合 因為自己的個性的各種方面的關係 那麼再來看下來 制度啦 制度啦 是指的交易中 實體間的利益分配 和交易會用的分擔 我們我們 我們假設這杯水 我們說賣十塊 你認為這杯水沒有過十塊的 你一定不買 你認為這一杯水是價值 超過十塊以上的 十塊的 你才願意買嘛 他不是拿槍逼的你說 你拿十塊出來 我這個要賣你 不買的話我跟你槍逼 不是嘛 這個是交易嘛 交易就是說 你認為這個有十塊的價值 你買進 你很高興拿回去 這個賣的人也很高興 我這個成本買進來是 假設是三塊錢 因為我一天的工資八百塊 那我還要加 那就是說我可以假設說我們八百塊 那我一天可以賣多少坪 所以我的工資八百塊 要加在原來 這杯水三塊錢 他賣十塊 可能工資又加五塊 就是八塊錢 所以八塊錢賣十塊賺兩塊 這個也是 分配來計算 這個就是 來 主體間的利益的分配 跟這些交易的會用的分攤 這個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說明 現在再來看 這個就是 如果是以企業來看 一個國家是一個企業的經營方法 我們認為是正確的 一定一個國家的經營 要按照企業經營的精神 來做 所以很多 很多的制度 都 會 我們曾經阿伯當總統時候 他找一些經濟部長 從哪裡 從那個煙酒公賣集的那個董事長 把他請來當經濟部長 一個台北大學 台北大學的管理學院的院長 去我們研究公賣集 當董事長 後來又來調到當經濟部長 他就是希望 用企業經營的精神 來帶動提升 國家的競爭力 事實上 很多國營機構 應當都要有這個背景 不是那個等於官派的都是一個好像酬庸 好像今天的報紙大家有沒有看到 台電 董事長 台電 辭職 台電 他 有點雙掌 嘛 對 他把他辭職 說 你們因為董事長不好 他 報的事跡虧損太多都沒有改善 一直說成本不過 我後來馬英九說 我知道了 我聽到了 董事長砍掉 是董事長的事 不是我的錯 所以我們也要告訴大家 那麼一般企業的內部控制 就是我們 就內部控制的制度裡面 他大部分都是對會計的業務 這個就是會計的紀錄跟會計報表可行性 沒有直接影響的內控 因為這個是好像企業單位的人士 或紀錄這些都跟會計無關 再來我們這個就是管理的制度的定定 再來內部會計的控制 通常是用這些會計拿這些數據 拿這些數據來作為管理的基礎跟標準來做考核 都是這邊是相關聯的 內部管理的制度跟內部會計的控制是相關的 也就是說因為台電很多吃包很多事情 後來說那邊投資浪費 那邊經營不散 哪一個地方買跟人家買的電匯又買貴了 等於是利益輸送等等因素 要人民來買單 所以今天的報紙才會 台電的董事長被砍掉 那這些都是從會計的資訊裡面來提出來的 我們再來講說內部控制設計的原則 我們大致把它分為有這些原則 第一個是合法性的原則 還有全面性的原則 重要性的原則 有效性的原則 那麼還有資本性的原則 合理性的原則 還有適應性的原則 成本效益的原則 你要定定差不多要考量這些的原則 我們現在來解釋 什麼是合法性的原則 我們來解釋什麼是合法性的原則 那麼我們要符合法律 行政法規的一些規定 和有關政府監管部門的監管的要求 這個是合法性的原則 如果一個制度有違背法令 那這個制度就不可行 這個要知道 再來全面性的原則 內部控制的層次 因涵蓋決策層面 也就是要包括總統在內 這個單位都要涵蓋 他們本身也要有一個內控 那麼管理層面跟全體員工 那麼這個就是在層面方面 如果在物件上面 物一個人一個物 那麼就是應當涵蓋 各項業務的活動 跟管理的活動 或是流程 這些應當 那麼參透到決策 執行 建築 各個的環節 來避免內部控制支線 空白或是漏洞 那這個是全面性 這個全面性 我們比較簡單的說 必須 決策單位 也到包含到其他一般的公務員 都要包含在裡面 這個是所謂全面性的 那麼再來重要性 我們再來看 內部控制 應當兼顧全面基礎上的 那麼突出的重點 還要針對重要業務跟事項 風險 那麼高風險領域 或是環節採取更為嚴格的控制的設施 那麼我們來確保存在的重大的缺陷 這個重要性 我們可以用簡單的來說明 這個重要性 我們一般人 我們工作八個小時 一起來的時候 可能早上八點 可能到十點 這個階段 我們來處理最重要的事 我們把事情的輕重 分為ABC A的 我們做這件事做了以後 可以獲得利益 假設貢獻很大 所以有的時候重要的開會 都會在早上 為什麼 去思考這個問題 為什麼重要的開會都會在早上 因為大家比較清醒 那個時段 做為決策 影響會很大 所以認為重要的性的決策之間 有的到下午 有的到下午 三四點四五點 那個處理比較熟悉的一些事 可以分為A類的 B類的C類的 一般管理上有叫做ABC分析 所謂ABC分析 那個存料控制上的ABC分析 是講的這些事情 有的 那麼老闆的祭事部裡面 他都有 密書都有排好的 早上九點到十點處理什麼事 十點到十一點處理什麼事 下午兩點處理什麼事 三點處理什麼事 都排得好好的 把重要都會排到早上 比較不太重要的就排在下午 這個大家也應該清楚了 我們這個重要性就是 再來看有效性 那麼有效性的原則 內部控制應當能夠為 內部控制的目標 實現提供合理的保證 前提員工應當自覺維護 那麼內部控制的有效的執行 內部控制的建立 可以跟實施過程中 存在間的 應當能夠得到 以及實地糾正的處理 這個是有效性 那麼有效性 就是說當時發生偏差 如果你不糾正 以後就變成什麼 習慣 為什麼公務人員 上面的人 不積極在做 下面的人就怎麼樣 也就是 一樣的處理嘛 我們現在發現 廁所少得不錯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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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為 它一定 行政效率也應當不錯 為什麼 那麼流亡政府來的 廁所最髒 會不會感覺到 在日記時代 你是做什麼的 大家都會做得晶晶夜夜 流亡政府來接管以後 大家都在呼嚴 站在上面的人 所講的話 跟 走下去 上台講的話 跟下台的 處理事物的觀念 完全不一樣 當然 那些 他下面的人的處理 上面的人就這樣的 下面的人 他會講的 根本就是 上下下 他就恍笑了 所以很多事情 下面的人 也都是 找廁所就是應付一下 又啦又少啦 水一沖就 等於處理完了 所以現在因為 慢慢慢慢去寫 國外的管理廁所的制度啊 定一個牌子 還有檢查的 寫了哪一個人清掃了 幾點來掃 寫一個登記掃完了 那麼 那等於好像 警察在 那個輪流 有一個警察牌子 一個查燒的地 等於那個你哪一個時間 你要來看這個 銀行刮一個牌子 警察一定幾點來簽一個名 他現在獨查也會來查 說 這個警察有沒有來了 那這個 少廁所呢 就也是變成這種 管理的制度的建立 現在廁所 也也比較清潔啦 要不然以前的廁所啦 流亡政府來的時候啦 我當學生的時候 真的是 有的廁所真的是 臭得要死 有的人都不願意進去 尤其是公廁啦 那當然現在 慢慢的有到 我們的人民到國外幾多啦 回來反應 稍微改善 但是如果這個單位的指管 沒有自重的話 也是亂七八糟啦 這個 都是這樣的 那麼所以說啦 我們在這個地方 有效性的原則 就是說 一發生有問題的時候啦 要馬上糾正啦 要馬上處理 那這樣的話啦 像阿平 要求 附贈事務所的人員 那麼人民就是老闆 人民是老闆 人民是老闆 人民要來辦 那麼附贈的時候 第一個要端查 台北流行啦 台灣省 這個縣 縣 縣 都模仿啦 都是怎麼樣 只要台北做得好 大家就模仿啦 現在 慢慢又怎麼樣 有的 又鬆懈啦 因為阿平已經在 抓在牢裡了 所以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就是 這個制度啊 那有效性的 現在 等於 有的 事務所的主管 也不要求 他現在有的 慢慢就會 會鬆懈下來 但是 總是 以前 好像我們去菜 菜市場一樣 到地震 到 附贈事務所 好像到菜市場一樣的 我們再來看 那個 制衡原則 制衡 都要 有制衡的 我們說 孫中山先生 創了 五天婚禮 他說 都來 弄一個 考試的 來 弄一個 檢查的 在世界 進步國家 都是怎麼樣 三天 行政 立法 出法 但是 他們 都怎麼樣 每一個單位 都是堅持 不會 有哪一個 單位 不大 所以 所以 這個就是 要考慮 你 執行單位 好像我們 都現在都一個 監察院 阿扁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監察院 他 國會 戰績了 他不派 監察委員 國會都 等於回了 監察院 有沒有 問題阿 國家有沒有發生大問題阿 也沒有阿 那馬英雄 當總統以後 監察院又回復了 有監察院 花了 我們幾億 有沒有效果阿 監察院在做什麼 我想 效果 我們人民也感受不到 所以阿 我們在這個地方阿 也沒有用 那我們看阿 這個阿 自然制度阿 就是在阿 機構跟崗位設置阿 前者 分配 應當阿 要阿 科學合理 並符合 內部控制的基本要求 確保不同的部門 兩岡位之間的前者分明 這一點很重要很重要 你不能說 我們每一個縣市都有衛生局 我們還有衛生署 他們的職責要怎麼樣 都要分清楚阿 不能說衛生署全部管到地方下去 這就是 因為 那個要講的話 就張博雅當衛生署 署長的時候 剛好 剛好 發生一些食品上的問題 張博雅講說 我們只有九個人員 不可能去做食品這些的檢查 事實上 他是地方要管的 他自己把他攬來 還要說明說他人太少了 要求要用人 那這些就是怎麼樣 這個就是說 崗位間 那麼都沒有劃分這個前者 那麼當然還要有怎麼樣 那麼相互 那麼約住相互建 我們來建都這些都要有的 很多都沒有劃分 很多條例 好像早期信用合作所 是屬於哪一個單位管的 他說信用 這個是屬於財政部的 因為他有銀行業務的往來 他也屬於怎麼樣 審地方的 因為是地區的融會 他要把信用部 地方也要管 就是說要管的啦 都列出來都要管 要說要責任的他說都沒有 這個是地方都推過來推過去 所以這些都沒有很明確的 這個自焚也沒有明確 這些都沒有說大家都在那邊推 那所以說 那麼我們任何人 不得擁有 那麼淋駕於內部控制上的一種特殊 一個潛力 不能說哪一個人說就算數了 我們現在常常說 他在國外去旅行 他說在那邊發表說 油價前漲 他也等於是總統最主要是在管什麼 國防 外交 他現在不是啦 那麼 經濟啊 他也干預啊 他先宣布 有點雙掌嘛 下面的人要怎麼做 下面的人要怎麼做 這個就是什麼 有特殊權力啦 要在零件 他 應當他的重點是要把我們國家提升這個競爭力 提升我們的國防的外交能力 來開拓世界 來把我們 站在 那個 他那個旗子也走不出去啦 就是 就是這樣嘛 他自己裡面的話 他自己裡面的話就 中國來把那個車輪牌的體質就折斷了嘛 好了我們再來看適應性的原則 那麼內部控制啦 那麼合理呈現經營的規模 那麼業務的範圍跟業務的特性 風險狀況及環境等方面的要求 並隨著外部的環境的變化 經營業務的調整管理的要求 提高及不斷的改進區域完善 這個適應性的原則啦 當然我們這個要講 一個制度的建立 經過一段時間 今天會發現說 哪些還沒有考量到的 或是哪些對人民 影響比較大 我們沒有做到的 那都要考量 我們這個星期三啊 我要到衛生署去做一個審查 審查什麼 是未來規劃我們照護政府的補助 要來選一個協助衛生署的單位 來確定 做為調查補助的評審會 我差不多一個月 有兩次的時間都為 我們目前的政府啊 做一些審查的工作啦 前幾天啊 前幾天啊 我到台東 政府 做 離島 遊戲的 審查規劃的一些任務 那麼 我 當時 問了他們說 台東省 啊 不 台東省啊 它的那個 一個橫濱的 遊樂地區啊 是不是有很多的 美金進來 在那邊 他跟我答覆說 有啊 很多美金陸戰隊的 都在那邊 橫濱 在那邊有 長濱 對啊長濱 我問他們 因為 他說長濱是在要靠近花蓮北方啦 他因為台東我去審查 我也去問一下 他現在是規劃 立島 規劃蘭嶼 的一些 那麼 遊戲活動的規劃 已經選好了 那我去當審查委員 所以說這個也跟 大家 這些啦 那我們只去選什麼 依照我們的經驗 我們的觀念 我的 理想 評定 選一個 對台東省政府 有所幫助的 當然我也有提議 跟他建議說 未來要發展 台東的經濟發展 為什麼不去思考說 因為當時候的報告 他們說 立島也有 立島 也有機場 南嶼也有機場 我說為什麼不去思考 要跟花蓮有一個七格 花蓮 他騎那個水上摩托車 摩托車啊 到 雨納國島去了 台東 未來要發展 你們其一的 經濟的特性 你們這個 願意來協助這個單位 已經說要跟 麗榮航空公司接洽 你們為什麼不要把這個 請麗榮再開一條線 等於這一條線 中間停綠島也好 停藍也好 直接回到 雨納國島 這樣大家聽不懂 雨納國島是 日本的嘛 對不對 台灣也是日本的嘛 為什麼不要趕快 那麼就接觸先機嘛 要趕快 你要發展台東的經濟 你要先把這一條 因為他們都用小飛機嘛 你如果說去開啦 等於到台灣的人 要到日本去玩的話 最近的地方是什麼 什麼 雨納國島嘛 開一條 我們這邊也可以平反 跟他們都接觸嘛 中間回來的時候 停在綠島 再回來 或是去的時候 那麼綠島再到 雨納國島 那這樣的話 會促進 多方面的就業機會 跟房人的地方嘛 這個也是補充 告訴大家的 一些就是說 適應性的原則 這個就相當重要了 每一件事情都要考量這樣 是什麼 成本效益的原則 做哪一件事一定有成本 舉一個例子 我到我們來上課 早上從台北坐高鐵到 從高鐵又坐計程車到 來這邊上課 那這些的成本 我也要算時間 我也可以從台北車站 坐巴士 到林口長根醫院 在林口長根再做計程車進來 算一算時間上 對我來講 哪一個比較適合 因為這些都是考量 成本效益 所謂成本跟效益來比較 你是自重成本嗎 或是你是自重效益 來比較了 你的判斷 你的決定 有人說 你每天都要花費的錢 是屬於固定要花費的 那你當然 這個花費不考慮了 它是考量效益 它的重要性在效益 有的是這樣考量 但如果我是從時間上的因素 也考慮下去 我選擇是從什麼 從台北坐高鐵 然後高鐵再坐計程車 我算算的時間 最神 因為 如果從台北搭公車 上到長根醫院來 這個時間因素 很難掌控 時間因素大家知道嗎 時間也是成本的一個範圍裡面 所以說在這個考量上 當然成本效益的概念 效益代於成本 那麼方有提供的價值 效益 我們的效益代於成本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 很多我們的文字館有沒有 那麼文字館 養文字的地方有沒有 各鄉鎮啊 都辦個開個活動中心 成立一個什麼 那麼沒禮啊 辦一個禮的什麼 集會場所啦 那個是什麼 因為 宋主席啦 要去怎麼樣 計畫要選什麼 台灣總統 所以是天理上話 到哪一個禮 你是要有什麼要求嗎 大家說我們集會不好 來給你們一個活動中心 要多少錢 他說兩千萬 三千萬補助給你 叫下面的人去安排 沒有到台灣銀行 請台灣銀行 董事長 打一個電話說 台灣省政府要辦一些建設 我差不多要50億 你跟我規劃 由省府來支付 台灣銀行 董事長要怎麼 照辦嘛 錢也不是我的嘛 你要當總統 台灣銀行 未來董事長 未來董事長 可以要提升到財政部長 或是有機會到行政院院長 當然我聽你的 所以天理上話 到哪一個地方 大家說真的是不錯 我們這個神長 他說山上只有三四家 可能沒有到二十個居民 他說神長啊 我們這個地方啊 這個山我們要到那邊出來辦事 要花兩個多鐘頭 可以不可以 我們這個地方開一條 那個道路 還要做一個大條 我們出來這樣的話 才二十分鐘 可以不可以 他說看看他也要 好啊這個好啊 就同意了 就撥田了 那這個有沒有考慮到 成本消費的問題 當然他所謂效益啦 對他有幫助的效益啦 他認為我可以買這個明星 那裡 那裡 好戲不戲啊 發現啊 喔 在國外有自產啊 有沒有 他說 他說 欸 在人家報出來 他說 他說 洛杉 欸不是啊 那個夏威夷 有買幾棟房子在那邊 他說 事實上是不在夏威夷 他是在洛杉磯 他說 夏威夷我絕對沒有 有自產 如果夏威夷有自產 我推選 我講得很好聽啊 但是我查查說 在洛杉磯啊 類似這樣齁 類似這樣齁 說他 他那個 媽媽廁所 所以說這些很會表演啊 這個我們很難學得到齁 好了 那現在再來 內部控制的方法齁 那麼我們內置控制的方法 大致份啊 可以有只有六項 責任分工的控制方法 授權制度的控制方法 還有預算的控制方法 還有會計系統的控制方法 內部報告的控制方法 還有績效 考評的控制方法 大致齁 這幾項啊 都可以相互應用 我們目前 那麼大家可能會這些 會了解的 就是這六項啊 我們來分別 再來說明 我們前者分工的控制方法 我們簡單的來講 啊 一般我們簡單的來講啊 就前者分工啦 也稱為職務分工 啊的控制制度 或是崗位分工 不同的職務 特別是在不相容職務分配 給不同的人 或部門來執行 通過這個組織的機構 設立或崗位設置 相對穩定的那個固定的那個 啊這個這個把它啊 這個把它啊 我們把它定下來 以便啊 那麼形成相互的關聯啊 相互啊控制啊機制 那麼在這個職務分工的控制 是現在內部控制的核心啊 的內容跟其他控制形式的存在啦 是主要的基礎 我在這個地方啊 我常常說 我們好像警察單位 欸我們好像弄一個考試院 欸我要考警察的 啊我來考警察特考 分派去一生都當什麼警察 欸我去考海關特考 考進去一生都當什麼 都當海關對不對 再來再來 有的是考什麼 稅務特考 一生都在國稅局 好我要請問大家 這個好不好 不好嗎 我的感覺喔 跟那個童心講的一樣 為什麼 所以我們每一個單位啊 為什麼都沒有辦法 檢討自己單位的缺失 來改進提升那個單位的競爭力都沒有 為什麼 我考到警察去啦 我要聽上面的啊 一生的生活 注定了我的長官 長官要你提拔 就提拔你 長官考去都拔 打平等 你永久不能 還身嘛 我很感謝 我 我的當時候 我在 國立 台北商專 吳思汗 當時 當然也 我滿感謝 我的 一位 我的長官提拔我 為什麼 沒有背景啊 我父親 不是大官啊 以前到台北商專任主的 你沒有部長介紹 門都沒有啦 那我怎麼進去的 那我怎麼進去的 那我當時候進去是 我系主任介紹去 那當然 我們學校的校長 當時候 我的系主任是李登輝的得意門生 進去 進去 剛好又碰到 因緣好啦 當時候說 張文彥 那麼年輕 要升護教授啦 慢一點慢一點 年資太輕了 我的系主任怎麼講 連資是連資啊 不是年輕不年輕的啊 連資都到了 他不講話啦 校長不講話啦 就升上去 所以說 這個就是 我的運氣好嘛 剛好碰到那個主管 提拔我嘛 要不然說不定 也沒有那麼順利嘛 一升護教授 就可以當什麼 是主管啦 對 那麼 也很難得 所以 我中年 應該也都蠻順利的 也可以都很順利 也都 可能我的感受也要跟大家分享說 第一個是什麼 一定要態度 每一個人的工作態度 因為 不是我應當做的 他叫我去做 我都接受 不拿 人家說 公家機關你叫我做什麼 我要來報加班 我從來不報加班 可能他是感受到我說 這個本土台灣人 為什麼他不想要錢啊 因為我們那邊都是 幾乎都是流亡政府 帶過來的人 這個台灣人 所以我在那個地方 校長 校長說 剛好啦 那個 四色婚禮一棟給你 我說 校長 我有得住吧 時間到了跟我深等就好了 人家說你怎麼這麼傻 你說謝謝校長 他就婚禮一棟啊 那個深等的事以後再講 人家告訴我 我到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 可能 我的職管就影響到 校長原來想說 這個小孩子 我那時候中應該算是二十幾歲 三十歲 這個年輕人 不想要錢啊 市售要給他他都不要啊 他一定會這樣想 我又跟他講說 我要深等就好 所以說他講說 張文彥 太年輕了啦 我們那個 那個主管說 這個是年資啊 不跟年輕 跟年資不相 不能說年輕的 年資到了就不能生 他可能是想到 我以前跟他講的話 說不定這個是我的 我就是說 大家就是 態度相當重要 所以 同學如果要多認識我的話 你們去上 四個一 人力銀行 打世界華人 名人小傳記 名人小傳張文彥 會看到我寫得很清楚 看到我寫得很清楚 張文彥 或是 你們去打那個 這個 Google Yahoo Google Yahoo 打上去 張文彥教授 也看到我的 學經歷 也蠻清楚的 所以也可以跟同學講 我要告訴大家 他就說 態度相當重要 還要有心啊 因為當時候在 人力銀行 我覺得說態度啊 是成功的基礎 基礎啦 有心啊 必定成功 所以我看到我們民政府 一定會成功 因為我們很感受我們的同仁 有的那個台東來的 我們那個潘副主席 每次都來 他的有心都感動到我們 所以我們都在跟他學習 我們如果同心 大家有心 一定成功的啦 我也拍胸部保證 一定成功 大家加油 好不好 好啊 我們再看來 這個這個就是說 值得啦 那在會計財務上啦 就是把值得分開嘛 不能一個人 擔任所有的都包 就是管錢的人 不管賬 管物的人 也不管賬 就是錢 賬物 都分開 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因為 你管錢 又管賬 真的 沒有簽字 所以說管錢的人 今天收了多少 他不做賬 現在錢收了 存在倉庫 存在銀行啦 那麼跟我們這個上賬的人 收了錢 是最正確的 這個就是 等於是一個制度的 內部控制 這個就是這樣的 我們再來看到 預算的控制 預算的控制 預算很重要很重要 我們民政府以後的官員 我們也一定會有一個 預算制度 這個預算制度啦 我們在看這裡面 就是說這些預算制度 都是用四字來表示啦 他本身就是一個計畫的過程 那麼也可以轉換為 控制的標準 控制的標準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的開支 也要自己要思考 我們一個人賺多少錢 你要好好規劃 不能說我一個月賺了十萬塊 我十萬塊把它花光 可能最近 什麼叫做 是月光族還是花光族 月光族 賺到錢把它晚上花花光 發完 事實上這個都沒有 我發覺啊 我們這一代的 我們這一代的 跟現在差不多五六十歲 這一代的人啊 好像大家都有一點 主席啊 都會 有一點財產 可能現在二三十歲的這一批人啊 可能他說我買房子也沒有希望了 所以他就怎麼樣 放棄了 常常會有這樣的 我們在這邊啊 我常常體會到 那麼基督教啊 或是天主教也好 要百分之十 作為奉獻 大家不知道 知道這個教育嗎 說你到教會去 你一個月賺十萬塊 起碼你要掏一萬塊 做公益啦 做奉獻啦 所以我的感受啦 我們來這邊 當義工的感受 我賺的錢 也要回饋 我們這個單位 所以我們來 每次也交錢 我們秘書長 來也都交錢 所以我們這個單位 都沒有錢 要用錢的時候 都有錢 人家懷疑說 你這個是詐騙集團 事實上都是這樣的 大家同心啊 自己真的是在 大家都在 空閒 所以說自己的預算 要控制得好 自己我的收入 我來自己要用在哪裡 好好規劃 以前存下來的 好好的規劃 這個是預算的一個方法 那麽 那麽再 再來這些啦 我想因時間上的因素 我們還有很多例子要講 我這個就不在大家 大家要我的PowerPoint的話 可以你們的Mare寫一寫 我們請我們的同仁 跟你們Mare過去 可以大家做探討 都可以 我們這個時間上 我們還有差不多半個小時 我們就 所以我們這個 會計系統的控制方法 那麽 當然會計是有會計的程序 會計的程序是一定的 有人協商的 要做 那麽等於說 總經理啊 一方面現在幾乎都是會計系 畢業出來當總經理 為什麽他有財務的 那麽會計的資訊 來做判斷 所以他的推動業務 都會比較可靠一點 所以說這用會計系統啊 依照這個他的各種報表的資料 這個作為財務的成果 來提供 那當然這個 我們在這個地方 慢慢啊 國家的會計制度 也跟企業的會計制度 是一樣的 早期流亡政府來 他們所用的會計制度 他說我們是政府會計制度啊 你們是商業會計制度 事實上這個觀念慢慢打破 以後政府的會計制度 跟商業的會計制度要相同 那這樣的話政府的單位 才可以提升到這個競爭力 未來的永續發展 要不然政府的會計制度 都編預算啦 追加預算啦 發功債啦 到時候水來護 債流主身 這樣不對的 啊 這個這個會計啊 那麼系統的控制方法啦 這個只要我們包括啦這些 這個 那麼建立建田內部啊 會計的管理啊 規範 建督的制度啊 明確責任啊 相互啊 事業啊 就是互相簽署 那麼 統一內部會計的政策 還有統一內部的會計科目 再來規範會計評證帳簿 財務報告的處理程序跟方法 這個是會計系統 一般啊 我們可以講現在電腦這麼 啊 發展好這麼快 都有軟體 會計的紀錄上都有軟體 在前幾年 美國還沒有 那個安農事件還沒有發生的時候啦 會計系啊 用人的待遇啦 慢慢的下降 安農事件發生以後啦 會計系啊 的待遇提升了 因為以前會計系畢業的同學的待遇會下降的理由 就是說因為軟體 會計程式的計算軟體啊 太發達了 大家買軟體啊 不必要有真正會計人員啦 那現在啊 安農事件 美國安農事件發生以後啦 變成這些大老闆都怕了 你會計制度有毛病 是單位的老闆的問題 因為你內部控制做得不好 你把那個會計內控做得不好 要判刑的 有錢的人 最怕什麼 抓去關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他們緊張啦 後來啊 他們說老闆怕判刑啊 所以說他就要聘請會計系畢業的人員 作為內控 雖然軟體啊 電腦的啊 會計支援的軟體做得再好 有人動了手腳 那你也不知道啊 到時候判刑是誰判刑啊 老闆判刑啊 所以說不行不行 要請會計人員來做內控 做檢查 你牽制老闆才敢牽制啊 判刑你也要抓去關 老闆賠得關嘛 所以說這個都有啊 那個啊因果關係 所以這個也要大家給知道一下 好啦 那麼我們再來講 內部報告的控制 啊 內部告報告的控制啦 就是說 每一個單位啊 都要提出這些報告 啊這些報告啊 都對啊 那麼時間上的因素啊 我想我們這個也不太啊 只這樣告訴大家 我們來最後有很多的個案啊 給大家更深入了解 啊 那麼內部報告的啊控制的要求 那麼內部報告的啊控制的要求 我們這個要看看 因為是那麼啊整體的要求啦 這個是要用格式化 這就是報告啊 事記啊或跟啊條理化 跟啊這個啊規範化 這個就是報告啊 內部控制報告的方法的要求啦 尽量多以表格四字 比较怎么样 可以看得清楚 如果是用细数的一大堆 没有用 也不能做怎么样 比较 所以说这个要求 要表格化 四句话 内容简明 要那么通识易懂 还要那么统筹规划 避免重复 这个内容的要求 还有时效的要求 要及时按时主动 积极 尤其是什么 这个最重要 很多事情 你都等上面的要求 你再做 这个是不及格的 你有这个职责 你要给你这个任务 就是你要承担 你不承担 只是等 坐在那边等 公务人员 等上面只会再做 不做也没有事 多做多做 那在我们民政府 这个就不自认了 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主动积极 对我们有益 人民有力的去思考 怎么来推动 怎么来做 会使我们提升 国家的竞争力 人民的幸福 所以这个在时效方面 在方法方面要提问 那么讲办法 讲那么时间 还要讲这个思路思考 好像我去台东当庭审的时候 我丢出一个问题 希望你们要解决 离岛的交通问题 你们已经跟长龙在谈了 为什么不可以台东 从辉到于那国岛 然后中途 或是在辉回的时候 或是在辉弃的时候 中间停留 立岛 这个是什么 给他们一个怎么样 一个思路 要促进台东县的经济繁荣 跟开花国际空间 那么再来看 我们责任的要求 部门负责 个人负责 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 政务官随时有下台的机会 有的等于做参谋人员 也有随时接班的机会 接任主管的机会 都有的 大家这个都是要 因为这个是要负责 你所做的事 要自己负责 我所以说 也再强调一下 如果我们的成员 有违背我们的 民政府的精神 后来 在民政府里面 有做不适的事情 跟宾拉登一样 跑到哪里 那么都躲不掉的 宾拉登一直躲 还不是被枪杀了吗 你如果有违背民政府的事物或精神 你跑到哪一个国家去躲都躲不掉 到时候还是会把你抓出来的 这个要告诉各位 这个责任要负责 那么上报的要求 我们也要按照规定 那么一级一级的往上报 那么辞来特资 特资的可能有时候会有的是召开各种的会议 在特资的情况之下也可以提出来的 那么再来那么绩效评估的标准 绩效评估的标准都是要用这些数据 只要我们来看看 我们评估了有三个要素组成 一个是标准强度 跟那么这个那个频率 跟这个标号 跟这个标度都要有的 我想这个我们就不再再来 我们定定考核 我们那个评价标准 那么申请的要件 一个是公平性的客观 那么再来要明确性的 一些都要有具体的 这个都要数量 主要是要那么量化 都要量化 那么再来第三个是一致性跟可靠性 第四个就是名字跟那么臭名性 那还要跟大家报告了 我们民政府到现在 我们是大家共同 不用表决 不做表决 好像说你们民政府 好像说那么都没有民族的事 我们现在还在怎么样 我们那个有金正时期 还有信正时期 宪政时期 我们现在还是金正时期 所以说我们不表决 只要大家讨论共同的意见 可以贪污就枪毙就对了 这个不表决了 是不是大家表决一下 没有 那我想这些都不讲了 时间上因素 我们看看再来谈到会计制度跟内部控制的 只要啦会计制度啦 我们也就是内部控制就是要那么等于是会计政策的落实 就是会计制度的效率跟效果 那么会计制度是一个理想的标准 内部控制是一个建筑的过程 只要是在防止舞弊啦 会计跟内部控制 所以只要在防止舞弊 财务报导的舞弊跟挪用侵占资产 这个就是很严重的事 很严重的事 财务这个是只要就是 就是决策部门常常在财务报导上它会舞弊 为了要使这个财务报表好看啊 常常他手做的都是有那么粉饰这些问题 这个就是管现金的人常常会侵占现金 或是资产啊所谓资产土地啦 那么也都包含在里面啦 它像设备啊都都会包含在里面 好啦现在来跟财务啊控制制度啦相关的个案 6334件就是6334件 这个跟什么有相跟财务控制上有没有 这个就是外交部他们的会计制度真的是值得商榷的 为什么正常一个处长相当大 就是等于是一个总领事总领事那个官多大 大家知道吗 派出去一定要跟总统造一个像 说我要去哪里当总领事啦 等于是当一个资长啦 再一个像才出去 因为我在国外以前也当一个总领事馆的 啊那么等于是地方的一个顾问啦 所以我知道总领事馆出去他后面办公室都 配张他跟总统造像的在那边 在总统府啊 所以这个是相当的大 为什么他自己拿钱来付这个什么 付这个用人的钱 违背会计制度 就会有贪毒的现象 那么我们这边外交部也搞不清楚 整个外交的啊 我们可以说是他的会计制度真的是不见钱 一定会很多问题发生 一直在发生 那个兰徽在报纸里报了很大 有一个一等秘书 后来说要 请求南非政府的政治批赋 后来到后来就压下来 没有事呢那个掉出来 就说也是什么 跟钱有关 那我们可以看 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就又告诉什么 中华民国又不是指前独立的国家嘛 老早就他们的调查人员就扣走了 他们说认罪协商不敢公听 为什么不办公听会 一办公听会 台湾人民都知道了 流亡政府是什么 就是流亡政府嘛 中华民国政府是流亡政府 不是一个政府 他的副市长怎么讲 他说刘三三很爱国啦 所以他认罪协商 认罪协商在照官 然后两三个月才给他换回来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这个说明 这个你看背扣 背扣穿这个球衣 这个都证实了 台湾并不是指前独立的国家 这个周明时间上的因素 我们就给大家看看 好了 我们在这个也是内部控制做得不好 林白礼的密书 这个案件 大家思考什么 一个上市的公司 内部控制还是有问题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机会 给他们诈领的现象 这些都做得不好嘛 这个给大家思考 你看金额都相当大 这个也会遵循行会计制度 这个在这边 大家可以看看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现在的科学的 发达的时代里面 我们不能犯错 一犯错上网都找得到 我也跟大家讲 大家要找我也很容易 那么Google啦 Yahoo啦打张文彦教授 就可以找到我啦嘛 的确是这样嘛 所以说你们犯错啦 都找得到 这个我都是从电脑里面找的 所以啊 大家都不能犯错 一犯错你永远 这边起不掉啦 所以大家要爱护自己的羽毛 来到民政府啦 要同心啊 你不要在这边啊 说我现在啊 是有任务的 我是卧底的 到时候你就跟丁拉登一样 再来 台售这个员工你看 那么涉及啊 那么说寒伤的回扣 这个案子 台售不是内部控制做得很好的吗 你看有钱的人 就啊 有这个决定钱的人 就啊 卖便宜给人家 人家从那边拿回扣 而被 那么这个洗钱中心啊 查出来才发现 还有怎么样 两个啊 一个先生一个太太 在同一样的公司 这个都违背什么 同一个单位都违背了什么 这个内部控制的要求嘛 这些都违背 所以说 内部控制是相当重要的 大家都晓得 一滩 结果都这么大 我们 这个以后也都有问题 所以大家都不要 因为电脑时代这个上网 也可以查到的 所以这个人 他以后啊 就很难 要不然就要 现在还好啦 还要去改名啦 有的时候还准改名的 事实上这些 都有问题 好了 这个 就给大家看看 这个都是从电脑抓下来的 来看看 这个也是 我们这个是4月7号的 这个什么 雇员侵占公款 教育不仅讨回3万 他多少 2600万的公款 这个是什么 根本都做不好嘛 内部签示制度 还有 怎么会他有保管2600多万 这些因素 好了 我们再来看 这个当然是给大家 稍微做参考啦 事实上啦 台售的那个 那个 台售这个 啊 生产油啊 他都是做外销啦 但是 他没有 帮助外销所赚的钱啊 没有帮助 稳定 国内的 汽油的价格 这样是不对的 啊 国家给你 一个等于是特权 希望你来跟中油去竞争 他现在不是啦 都听中油的啦 涨价他也蛮高兴的 所以 我们认为这样也不对啊 但是他所提示说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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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特殊的行业啊 来修法 他认为是 那么不对啦 这个 这个我们 因为 国家就有 很大的利益给他嘛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谁啊 我们刚下来 那个财政部部长啊 他这个是说 中央 负债 四兆 那么 那么 我们四兆 六十年也还不完啦 那么 财政部长说 尊重 省计部的指教啦 因为 省计部算下来 我们 这个都没有办法 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 很了解 财政方面啦 也相当重要 这个 这个就因为 大家都 都乱花嘛 乱花 你看 我们再看看这个 这个也在乱花啦 现在在比赛啦 那个 郝隆斌市长 他又要花很多钱 来办什么 试印 那么 台中市长 他要来盖个台湾铁塔 台湾塔啦 多出的预算啦 他的议会里面啦 他说 由市长来户啦 都一直在追加 这个信息是我们 那个台中说 他特别啦 提供给我的资料 但是 我上网 这个也都是上网抓的 也不是 我自己 乱编啦 因为我们在这边 跟大家来研究了 都要有根据的 这些 大家可以看看 那 我想 时间上的因素啦 还有很多的案例啦 还有 这些 那么 这个是美国的 沙滨法案的案例啦 也这个都可以看看 那么 最主要 大家 如果有兴趣的话啦 可以 你的E-mail 给我们的同仁 同仁会把我这个 powerpoint 给大家 去做 参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